本廈林姓蘭子在網路上參加投資理財群組 於12月5號上午9點到沙路區的某銀行準備將新台幣200萬元 匯款至詐騙集團指定帳戶時 行員發現該帳戶資金異常 為求謹慎通知警方到場 林蘭向警方表示 該理財專家很有名 而且匯款前曾保歸請示神明獲得三次聖碑 所以才準備前往銀行匯款投資 但警方了解及檢視林蘭手機對話後 表示保姓規保到警察來 並告知這是詐騙集團慣用投資詐騙手法 林蘭才警覺自己受騙 本分局在這邊呼籲民眾且無聽信網路平台 及陌生朋友 一能夠輕鬆獲利不明投資 也不要任意交付金融照顧存責 提款卡等個人專屬資料 如預有可疑狀況 可以視情況撥打165 反詐騙專線確認 或者到鄰近派出所向警方查證 請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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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